今天我们在这个公园 网友见面 我看你的视频 然后好像我看到是你有回复还是怎么着 我就看你的视频 然后我觉得挺好 就是一直都在坚持发一些关于表演啊 片场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是网友奔信 也有两三年了 对 大概是吧 我在国内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就会有微信联系 是然后你是过年前刚来 我是在圣诞节之前 12月22号刚来到美国这边 来的时候我们约了一下 然后对一直没有约上 今天终于有个契机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挺好的 蛮自然的 很天然啊 特别像中国这个地方 正像中国 然后我刚才你不是问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吗 其实第一个是我是选一个经典的地方 然后公园 然后这个公园我是来过 过两个星期要screening的那个片子就在这里拍的 但我当时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拍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看那个地图上的照片 看到一个剧场 我说比起一般的公园 好像有点意思嘛 那Jeffrey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OK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ffrey 然后呢 我的B站和我的YouTube的号都是叫做辐射星球Jeffrey 然后我是以前我本科的时候是学化学的 但是我在2010年就去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 当时我就考进去了 所以2013年毕业 然后毕业之后呢 就一直都在做影视相关的东西 当然中间也是几经周折换来换去 一开始做那个广告啊 宣传片啊 商业影像啊 后来也做一些短片啊 剧本开发呀 然后后来现在主要的方向主要是做电影的制作和电影的开发 然后的话也是跟很多这个发行啊 和各种创作者啊合作啊 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我们以前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做了一个长片 然后去发行了 然后现在呢我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项目 但现在对是个中国的题材 但是到了美国我还是想现在再开发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文化背景下的 跟亚裔有关的一些题材 对就是我觉得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融合的东西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也有东方的文化 又和西方的这个世界产生的一种一种化学反应 我觉得这个是是是是毕竟那个 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原生的这一部分 华裔的哈中国人的这个身份是我们最熟悉 然后最有体验的东西 对对而且像我们这种都是呃刚来不久嘛 就新来的 所以要去适应这个地方的文化也是需要时间和慢慢去摸索的 就学化学然后再到电影 然后电影当中你现在又是做的很全面 我觉得就开发导演制作 那制作这块的导演 编剧导演你是你主要的 编剧我其实是做一部分的工作 我主要还是做制片人和导演的工作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两个工作你都会一直兼着做吗 一直在我上一个项目的话就是自己做制片人 然后同时做导演 所以很累后来就觉得啊 其实在片场只做导演是蛮轻松的 因为你只用拍戏就可以了 但是我在拍戏的时候 第一个我还要考虑现场的那个时间呢 有没有拖进度啊 然后我每天还要check一下预算呢 这就是都要考虑就制片的工作 当然也会有其他的现场执行制片 和其他的来去support我的工作 但是就是还是 所以应该说是你的项目 你在开发的项目 所以你必须盯着 你是不挂这个名 你都有这个责任在里面 是的 因为我们是找了那个投资人的钱 那人家肯定是希望就是 比如说相信我嘛 对吧 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对投资人的钱负责 包括这个片子最后发行怎么样 那都要负责 所以说没有办法 就制片人本质上他就是个项目 但这两个来说 你更偏重于这个导演创作这一块吧 会不会我听你讲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导演的话 还是我更有兴趣 就制片吧 它是一个经验 然后也是一个资源整合的工作 但是真正我觉得有挑战和有创作 创造性的 还是导演的工作 我会更感兴趣一点吧 或者是我现在的注意力 也是更多的想法而导演上 然后我也是想更多的去找制片人合作 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好一些 尤其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那个很多这个 分工更专业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也更可靠 在国内因为是自己公司开发的项目 然后你把它全部交给别人吧 就是你就没有那么放心吧 那就是你想百分之百交给 我不可能能分出去 但是你说百分之百依靠别人的话 就很难在国内的一个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就比较纠结这个事情啊 那你学化学的时候是你当时的选择 是你自己喜欢还是被动的吗 我很喜欢 对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觉得 研究那些什么分子啊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感兴趣 我才去做的 就是我家里外界环境对我影响其实蛮小的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化学 微观的结构和宏观的那个 性质的那种关系 我觉得挺有趣 然后关于结构啊 我觉得挺好玩 包括现在做剧作 我们也经常分析和做这个结构啊 做什么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多精神相连 对 那你是很跟我之前有听过 也很多转行的那个导演 或者是其他制片啊 那他们很多是第一个专业是被动的 你恰好是相反是都是自己喜欢 那是的 这样的话 肯定是更好的把你之间人学到东西应用过来 对 是是是 我觉得还是蛮多关系的 其实以前因为我们学的是科学嘛 就科学里面有些东西的话 其实蛮重要的 对因为电影和很多小说不一样 小说就是情绪化的东西更多 但电影的话它还有很多技法 还有很多那个结构 它有很多这个设计设计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学科学的东西呢 是有用的 是是是没错 我听你的那个视频啊 你的视频真的是我 我我我之前在微信上面跟你聊 我说的你没有一点水分干货穿干货 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 我并不是说哎在那个 狭狐乱的夸你啊 是真的我觉得你这跟你当时学理科 应该和爱好这个理科是有关的 对吧 我觉得有一定的关系 是因为你调理特别清晰 那种你说的东西123很快 哎就那个多余的话都没有 不像我的视频 我觉得90%都是多余的可以去掉的 没有没有 别人也有人说我很啰嗦也有 我有时候说话可能是那些对你太熟悉 对对对 不是来向你学习的那种人 啊有可能 对比如说要学 我觉得你的东西一点不啰嗦 反而是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哎怎么怎么你再再继续讲 再详细一点 是嗯 因为我反正就是B站视频的话 我就是也没有特别 没有特别测祸 就突然就今天想哎 我觉得可以有几个主题 我就就讲几个主题就这样子 那你是很随意 你这肚子里有祸啊 是吧随便拿出来就可以了 还好 就是也是这几年就开始去梳理吧 我觉得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大部分还是拍呀 创作 但这几年的话 一个就是呃在这个我比较喜欢分享 然后呢在分享过程中 我觉得自己也梳理了一些系统啊 和一些方法呀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和对大家 是一个双赢的一个一个过程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做的就没有不是那种效果 没有就挺好的 但你鼓励过我 你说哎其实你你分享的也挺好 一个输出 我是觉得挺好的 对 因为我知道我去复述一下 或者说把我学到的东西 我感受的东西 说一遍的话 对我来说是绝对是有作用的 但对别人来说 我真的还没有顾忌到别人的感受 其实说实话 我有时候也不太顾忌别人感受 但是我就是想分享一个点 我就会分享一个点 而不是我不是非常那个的去去看 就是哪个呃会更受欢迎 或者那个 但是我更多的还是考虑 哪个是有用的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会更持续 更长久一点 对 如果你一味的去迎合别人的话 我觉得很累 会很累 然后可能做到一段时间 你做不下去了 你永远 因为你永远满足不了别人的需求 对 所以我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也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说的都是我自己要说的东西 我觉得反正挺 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东西对我也有一些启发 我觉得还真的 就你上表演课的一些训练的一些东西 一些训练的经验呢 就是我觉得有些那个就那个Maisner的那个训练的方法 我觉得哎 还还蛮有 对这个我我我我认可 对因为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基本很基础 所以他就是放在哪都能用 包括你就是完全不想去做演员 你做导演上那个课都都有作用 嗯 我我简单做了一下功课 你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文章啊介绍你 就是你说你有两大使命 说啊对 一个是电影制作 对 一个是传授各种经验啊 分享这种 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难得的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也是统一的吧 我觉得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蛮缺电影教育 就是好的电影教育和好的经验分享 在互联网上其实并不多 大部分的话就是泛泛而谈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分享一些比较实战的呀 一些片场的真正的一些呃经验 有些东西的话 对某些人真的是要做电影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觉得哎 蛮受启发的 对对对 但是对于很多那种面比较窄 对他不是真的把电影创作作为自己的职业 他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那个小小众的这个群体来说 他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深跟一个打的比较深哦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没法去把什么都顾及 比如说很多人会分享短视频啊短剧啊 什么热就会去分享什么 但对我来说我的焦点就是在做 啊 feature 就是在做剧情片这一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分享所有东西我都会围绕着这个 你很成熟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没没办法去跟随这个潮流 因为潮流永远的会变的 是的是的 对我现在是因为我的年龄的原因就是说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去做了很多剪法 原来的话其实我也是胡思的玩家 我以前也是 我再找10年也是 哦你看你你悟的比较快 我是悟了很久啊 然后现在的话我不断的做剪法就是越来越简单 然后好多包括是有时候有些人啊 讲的一些就是演员之间的一些social一些 比如说一些某一些活动啊我我都是不 不是很对我我不是很热衷 因为我觉得到我这时候我也不求名 我也不求什么啊我只是想吃饱的同时 能够去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这些事情已经够我花很多时间 我要去学习我要去啊专业一下 我看见你的项目挺多 因为我经常看你分享片场啊 密度也挺大 就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好 就是一方面去做创作 一方面去专业和学习 因为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其实我觉得跟中国有一个蛮大的区别 就是在这里大家觉得年龄不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大家就总有人在那个我的B站后台问 我现在多少岁呢怎么怎么着 会不会太晚了是吧 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 对对对 其实在这边的话有个好处就是怎么说 我这个年龄 刚好这边那个缺 缺这样的人华人 我也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也分享过啊 对缺这个人 然后华人呃就中国的留学生电影 学电影的留学生又挺多啊 所以他们拍故事就无非是父母 两代人的关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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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基本上都有份 就这个原因吧 排了排数量来说 排了我看我看挺多 而且你原来还拍学生作业比较多 我看现在你也拍那种商业项目啊 我觉得刚刚开始 刚刚有这么一 就是也有有有progress嘛 其实我觉得这是也是挺好的 对这个就是希望能 呃一步一步就往前走一点吧 挺好的是 因为我觉得到月 因为我其实以前的话就相当于什么觉得啊 什么赚钱 什么那个就就搞什么 但是到后来我是觉得 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能拥有一切 你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东西 其实一个人所看到的也好 所能得到的东西太有限了 太有限真的年轻的时候的想法 到后来你会慢慢越明白 其实你要的东西就这么多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聚焦 是在最小的一个方面 你能去做的又开心又有成就的话 有一点那种所谓的自我觉得的那种成就都不错了 对这并不一定要别人一定要啊得到所有人的或者说很大的什么任何有更好 但没有也不是没有对没有 有的话是一个奖赏 对对是一个额外的好处 对我们再继续聊你哈 啊那个你之前这次来美国之前你是有来过在这边上过学员是吧 没有我没有上学真的啊 因为你有穿USC的衣服 没有没有 所以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哎 他肯定是在USC 那我误会了 然后所以你这次是真正的第一次来这边长期的生活 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我也是想在这一个生活 然后再就是做项目 然后呢 其实我我平时也会去观察这边的创作呀 和电影教育啊 我都会去观察一下 然后也会去做一些分享 我分享很多 你现在视频有时候最近忙可能没拍 但是你那个那个就是community那个社区里面 对对对 你分享了很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对我的心得 你这个也是给我一个启发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啊正儿八经的去拍个视频来去分享 但那种毕竟有一定的麻烦和难度 对 所以的话做不到的不如你就写几句话 是是是 写一段文字其实你要容易多很多 因为我可能两分钟就搞完了 但别人看也能看出一点东西 对对 然后你再觉得好的话 你可以再去做一下 是是是 挑挑着做 是我是这样 特别好 因为我呃因为每天我都会 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就是坚持做吧 就是我每每天分享一点东西 哪怕就两三百字 写日记那样 对因为我每天我多少就最近有时候特别忙 我会skip一些 但是正常情况下 我都会把今天我看到什么电影的电影的看到我的感受 或者是我看到什么书 或者是我悟到了一个什么道理 或者是我的一些感受我就会去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ok 嗯像你原来在中国其实你已经有项目在做 然后我觉得各方面都应该还机会还不错吧 对吧 还可以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再过来这边呢 我就是想让我自己的那个范围更广 就我没有说我不做国内的项目 就是对我是觉得对我来说 那就是说你一个重心的一个转移嘛 或者说你人你地理上的移开肯定会影响你一些 对是有个取舍的 肯定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边还是电影产业更发达吧 我是觉得因为毕竟呃好莱坞是电影产业的中心 然后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里的话能够就既然你都做电影 那你就因为我以前告诉自己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在最好的地方做最好的项目 因为你做别的不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项目的时候 你花的时间和精力是一样的 就是你花对对对 甚至更难因为它不成那个标准或体系会难一些 其实国内我觉得做电影我也蛮开心的 就是拍其实也是 对我觉得你心态也很好 对我觉得挺好 就我也不是说是呃国内就拍就发展不了了什么 对对对就在美国 因为国内你要发展不好美国会更难 我觉得因为美国竞争也是蛮激烈的 呃其实在我看来更难 对对对对对其实难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呃华裔来说你是小众 文化隔阂 小众你是一个这个小数民族 是的是的 所以你要怎么在这种空间里面生存是更难的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反正对我觉得挑战嘛 是哈哈哈 呃其实啊呃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嘛 对对对就好像我们我我也说过聊过就是怀疑的演员 呃其实 特别是最近几年啊机会多了很多 因为现在亚裔的题材很多 题材多了很多 然后另外的话 呃 我们就是 就是 并没有说一定要去 往他们靠 其实我们可以去做很多东西 韩国人就做的很好 对对对 这是另外一方面 因为 美国是多元化的一个种族那么多 你只要把你这个大家都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哪怕就是纯粹的华人的故事啊 你要做的足够好的话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出来的 这个美国比较多元 我觉得是是是对 对对对对对对的